刘萱 到坐快点啊 岳西 爹 容容 我们现在可不是难过的时候 你还记得罗庸章 罗大人吗 你赶快去找他 求他向皇上奏名此事 替我们申冤 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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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父子这两条命 还有你爹的一生情侣 就全靠你一个人在外奔走营救了 柳柳 对不起 没那么好话抓过你 还按年龄方伯父 你别这么说 我们俩父亲一个亲 还是有什么彼此 你们放心 我一定早上替你们烦 柳柳 爹信得过你 相信你一定能办成此事 你放心 别说我跟方大人叶大人的交情 就算说我不认识他们 我也不会让他们含冤受虚的 谢谢罗叔叔 我会尽快写好奏章 面成皇上 求皇上重申此案 谢谢 差不多了 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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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大人怎么说 罗叔叔答应写奏章 求皇上重申此案 对 对不对 公道自在人心 我早就说这会有转机的 我做了几个家乡小菜 你们快来尝一尝 顺便预祝方大人叶大哥他们 沉冤得血 谢谢你啊小春 还有我 这顿饭是我出钱 他出力 算你有点人情味 以前是我看扁了你 我早说过我这个人是内敛的 其实我的好处还多着呢 有 有一个现在大家就看到了 那就是自大 大伙高高兴兴的 你别跟我抬杠好不好 好啊 很难啊 不骂你 你全身骨头就松了 好了别管他了 来吃饭了 来 既然事情已经有人转机 柳柳 你要多吃一点 否则就是不给我面子 来来来 快吃啊 姑姑你千万别客气 我都不客气叫你姑姑了 把不高兴的事全咽进去 高兴的事才会来 吃吧 走快点 走快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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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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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别追 怎么会这样的 小哥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他被和声参了一门 说他上次振灾的时候 中饱私囊 所以要抄家 有这回事 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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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后头有哪位开门没有 何小春他爹来找他嘞 麻烦哪位通船一声 不是 门后头有哪位没有 怎么没人啊 门儿怎么都不关呢 没事吧 你们宰了我吧 我也不想活了 丢 我死人也不懂 姑奶奶 你们进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然后马上离开 姑奶奶 进去 是 你是跟你们打人说 这房子不能封 你带我去见他 谁有空间 滚开 干什么 干什么 怎么了 这个家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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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人不是 连女人都欺负啊 我只是奉命行事 剩下的 就叫他进去收拾东西 不然实现一道 添了封条 什么也打不倒 怎么会真让人弄到这般甜心呢 方到台吗 她在狱中 方姑娘跟我女儿呢 她们在四处想办法迎着我大哥 突然间又跑出这些人来 封家 我怎么办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说这么多 赶快收拾行李 要不然连件衣服都收不到 那就惨了 我帮你忙 军爷您稍微等会儿啊 干嘛干嘛 求求你 我们大力不会进你的 求求你 你们大力不会进你的 干嘛 求求你 求求你 能不能帮忙我这个忙啊 这个忙我帮不上啊 为什么 求求你 回家 求求你 快去快去 卓仔卓仔 快点出去 快走快走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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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了走了 快走 快点 姑奶奶 别哭了 好 好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日后说不定你还能住到更大更漂亮的房子呢 姑奶奶 那我们呢 这儿有一点钱 你们当做盘债 你们回上去吧 可是 可是姑奶奶 你们走吧 谢谢姑奶奶 走吧 姑奶奶 我不走 你走吧 我现在 连下找的地方都没有 还怎么照须你呢 您让我留下来照顾小姐吧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能留在您身边 求求你 我说啊 你就把秋菊给留下吧 甭说是方姑娘 你也需要个人来伺候你呀 那好吧 日后的日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过 没事 我不怕 好 走走走 想开点 没事没事 怎么没事 姑姑姑 姑姑 姑姑 怎么了 容容 怎么会这样的 你回来就好 房子被封了 走走 爹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还呀 还不是因为你出门太久了 我这不放心哪 我就来看看哪 我这幸亏来了 要不然今天连这东西都保不住 现在怎么办呢 大家先别难过 最要紧的是先找个地方落脚 这阵子我也跑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所以门路还有一点 大家跟我来 我们这里去找房子 来 怎么办 这里是二两银子 就算两个月的房租 那么你们就随便吧 后边有口井 水质还不错 谢谢你啊 容容 这个地方是简陋了一点 但是靠近市场也靠近大楼 做什么都方便 有地方安身我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你啊张大人 叫什么大人哪 叫我张大哥也好富贵也好 就是别叫大人 对了你尽管放心 我虽然没什么能耐 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一定帮忙帮到底 谢谢你 你拉我干什么你 我越可能越不顺眼 好了算了 你现在骂他干什么呢 若若不是更难过 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了 你说的 你干什么 让我来用去 我想把床部擦干净一点 就去在里面烧水呢 这些粗活你干嘛 看不了要擦哪告诉我 在里面 走 若若 来 你今天也累了 先坐一会儿 我进去看看水烧开了没有 泡点茶给你喝 好呀 吃一点东西吧 爹 你怎么怎么吃东西啊 若若 下回来 别等 啊 嘴苦 吃若若 你们放心吧 这案子肯定会频繁的 若伯伯都已经答应了 所以你们要多吃一点东西 身体要紧 若伯伯想为我们上奏章 却反被被害入狱 不要再瞒凭我 你怎么知道的 连日来你四处奔走 却求助武门 连家也给封你 我们都知道 那个合中堂 还有陆成真 每天来得意洋洋的来 来寻遇来 你们的情况 他一清而出 小卑鄙 若若 让你一个若女子 为我们四处奔波 实在是难为你了 不管成效如何 我和温惜 都一定会感激你的 叶伯伯 你别这么说 若若 你别再白费力气了 和温是恨了 信要咱们父子的命 谁也救不了咱们 不准说这种丧气话 只要我依稀尚存 也会为你发案的 若若 这不是一气之争 我的想法跟方伯伯一样 如果你冲弄和温 他连你也不会放过我的 我不怕 就算是他让我跟你们一块死 我也不怕 不行 要真的造他暗算 我的心比我自己死一百遍更难受 若若 别说你了 就是爹不受牵连的话 也未必能扭转局势 我会替你们发案的 饶饶饶 还有 我还要到部署娘子去找吕大人 所以 这些东西你们不想吃也要吃一点 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们带来好消息 饶饶饶 走 快去 再来 李大人 李大人 小女子放手 更请大人训愿 都说过燕文喜 你既无新的证据 本官是不会受理的 就要是 大人 不是真的你冤枉了 大人 燕文喜啊 我是全不会受理的 你走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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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你怎么还要来这儿 他们都说过不管了 可是 我不能眼看着你们 习和叶木屋还原死 我便离我儿情 小春 你告诉我 我还可以去找谁 我还可以怎么办 你告诉我 你又来我来这干嘛 你看 这个还是皇上的末报 这次不同 所以我一定可以见着皇上 求他给一文喜翻案 行不行的 不行也得行啊 难道你忍心看着芳柔 哭断肝肠 求助无门的样子吗 这倒是真的 试试看好了 不过待会儿有风吹草动 要逃命的话 记得把辫子咬在嘴里 别像上次那样给人抽着了 知道了 准备好了没有 世伪大哥 又是你 是啊 又是我 别胡来 世伪大哥 是这样的 我呢 的的确确是皇上的忘年之交 这把是皇上玉赐的宝扇 上面还有皇上的末宝 你看看 其实呢 我跟皇上真的是一见如故 他叫我有什么事就上京城来找他 带着这把扇子见扇如见人 行了 走吧 你叫我走 是啊 喂 这可是皇上的信物 你们不通传一声啊 皇上欲赐之物也有轻重之分 就这个 我们也有 世伪大哥 我们只想见皇上一面 就凭这个 皇上一转头 连你们是谁他都不记得了 不是的 其实我跟皇上呢 真的是 皇上莫宝只够我跟你说这些话 你要是再不通 知道知道知道 走走 你还为什么 他们说的对呀 皇上怎么会记得你呢 再赖下去 你得逃打吗 算了 先回去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小兄弟 果然是你啊 仲堂大人 失觉失觉 你跑到这儿来 想见老爷子吗 是这样的 我 我知道何大爷就是中堂大人 所以猜测老爷子就是当今圣上 可是他 不相信我跟皇上游玩了几天 所以我就带了老爷子送的扇子 来这里给宫中侍卫印证一下 是啊 是啊 这回知道真伪了吧 知道 当然知道了 我真走运是吧 是啊 是啊 中堂大人贵人失盟 我们不妨碍您了 告辞 站住 中堂大人还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 既然你是顺城之县 理应在城中办事 但是不要在京中走动得太久 这样没什么好处的 是 谢中堂大人教诲 我一定会尽快回去的 那就走吧 是是是 大人 看来他是想请皇上为叶文喜出头 就凭他 大人 要不要 咱们打围狩猎 只会打黑熊野鹿 哪会打什么耗子 让我来对付他 让我来对付他 他还不够那个奇数 是 大人说得对 想见皇上又不行 没有新证据 又没有衙门肯胜利 难道叶大哥他们真的救不回来 这么前前后后我翻了上百次 什么新证据也没找到 在哪里 一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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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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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怕 怕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在这儿干吗 地瓜 地瓜好吃的 傻瓜爱吃 原来你偷挖地瓜 我不会抢你的 你还要不要 我帮你挖 要 要的 来 又大又好吃 这个给你 姐姐 红姐姐也给我地瓜的 红姐姐 住在这儿的红姐姐 红姐姐对我可好了 你什么时候见过红姐姐 4月26号晚上 他们送走大哥哥以后进去了 就没再见了 四月二十六 你记得是四月二十六 你记得是四月二十六 娘说了 傻姑事实都傻 今日子可不傻 今天是五月十七号 对不对 对 你说那个大哥哥 长什么样子 高个子的 白衣服的 叶公子 你要常来啊 你真的看到那个大哥哥走了出去 然后老伯跟红姐姐也进了门 那个时候他们还好好的 接着你又看到什么了 没有 你笑什么 我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啊 那天我偷偷跟着大哥哥下山 她不知道的 她身上有一盏灯 好亮好亮的 你跟着她下山 她不知道 她身上那个灯我很喜欢的 那你可以认得出那个大哥哥和那个灯吗 认得认得 她那个灯很亮很亮的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我请你去吃东西 好啊 好啊 来 你真的要走了 是啊 我好歹也是个支线来着 都到京城这么多日子了 也该回去看一看了 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若若 你别这么说 其实我没帮上什么忙 不过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你已经尽了力 就算起不了作用 也别太难过 你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她 那这个事情呢要这么看 一只白兔啊 是斗不过一头老虎的 如果硬碰硬下来 只会弄得葬身虎口 那看见秦氏不对的话 就闪开一点 知不知道留住一条命 日后才有反胜的机会 看到秦氏不对就赶快闪开 真是有见底 方姑娘 给她的强项 您多讨教讨教 何师傅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今天到底是谁碰到和珅 被和珅恐吓一下 就赶快要回家 拼命地跑回来收入行为 那人是谁呦 什么 和珅恐吓你 没有 只是刚小在街上碰见 说了几句 我不是怕他 不过我留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回去的话 你不用说了 我们明白 发生这样的事 你能留到今天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不是我 我 张大人 你不用说了 姑姑说得对 你对我们已经够好了 没有什么可以迷惊 都不要多说 赶快让人家说说行了吧 万一明天要喜成晚了碰到和珅 那不是闹玩的哦 可师傅 你干嘛老针对我呢 没有 我是练武的人 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个 闪躲功夫一流的 四两破千金嘛 可惜呀 我跟小春就这门最弱了 对了 说到小春怎么整天都没见到他 容容 叶大哥有救了 他是谁啊 他是证人 可以证明叶大哥是清白的 他可以救人 嗯 真的 事后不早了 我要走了 喂 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证人 你也不多等两天 我等不等也没什么关系嘛 再说 他真能作证吗 傻姑啊 你真的看见 穿白衣的大哥哥走了之后 红姐姐跟老伯还是好好的 是啊 他们让大哥哥以后常来 大哥哥答应了 他们就回家去了 啊 后来呢 我就跟着大哥哥下山 他有一个灯好亮好亮的 听见了没有 一点都不含糊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试一试 张大哥你先走吧 我知道该怎么办 好那我走了 你放聪明点 别看见火坑也拉着方炉跳进去 最聪明的是你啦 有什么风吹草动 跑得比风还快 你 小春 你别这样 张大哥为我们的事情 您操了不少心 你就别再说他了 不管结果怎么样子 我和爹还有文学他们 都会感激你的 你别这么说 如果有什么事情就回顺城吧 在那儿一定可以让你 过风平浪静的日子 谢谢 那我走了 祝你好运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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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子范柔已经找到 青云山命案的证人了 姐姐姐姐着火了 别怕 她虽然是有点傻 但是认识她的人都知道 她从来不说谎的呀 她不说谎 可是有人可以教她 哎 傻姑说的话句句属实啊 案发那晚 她跟叶文喜下山的时候 顾红还有顾乐山 并没有死 这显然凶手另有他人 平淡一句话 就说凶手另有他人 简直是痴人说梦话 来人 上车 吃 吕大人 你听我说 他真的不会说谎的 你让他说 赶出去 吕大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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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啊 再走一会儿 我请你吃冰糖葫芦 我不走 我要坐 哎 杀过渡他们了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东西 我去 真是想不到 找了半天 都没有一个官员 愿意替叶大哥翻案 除了 还有十天 不叫眼睛睁看着我一喜 叶伯伏回来 我必须打给冲冲 还真没用 你别带我更紧 柔柔 你别这么说嘛 来来来来来 你听听你别干别干 你这粗活你别干啊 难道来 你怎么能干这粗活呢 秋秋呢 里里外外只有他一双手 哪做得了 我闲着总该帮帮忙吧 你现在说话有点人味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第一次看到你那副嘴脸的时候 就为你那下人男过个呢 不是吧 我也对他们蛮好的 插来伸手 翻来张口 稍微伺候得慢点 就被你妈那个狗血淋头 才好点的 洗完澡劲更大了 不是洗完澡 香粉呢毛巾呢 那什么呢 黑劲大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我猜的怎么样 你刚才洗衣服是吧 我帮你洗 帮你洗 不用 我洗一罐了 你放心给我 我有真的习惯 来来来 我来帮你 我来 我会洗 我来 我说我帮你洗 你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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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老疆 老我 老疆 Christopher 胆师結帮 老疆 快 说 老疆 老疆 柔芳 怎么了你 孩子 您的气色可不太好看了 没有 我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 这几天下来 跑遍了京城 大大小小的衙门 和王侯之家 咱们也没带了身体 你也算有点忍耐啊 找了个少许亲子 你的女孩做新政人 我告诉你 别说是少的 就是普通人 谁又能接这中 胜算少败算多的官司呢 仲长大人 我与你平日之争执 只是为了朝中之事 对事而非对人 今日 你竟然趁你去公报私仇 陷害我们父子 还经历了方道台 你的心情啊 简直是猪狗独入 叶霆 猪狗不如这样的话 你也能骂得出口啊 你不是说对事不对人吗 你的案子全是由刑部真办的 只是今天我奉皇上之命 来着大牢里巡视 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待死之徒 穿得暖不暖 吃得饱不饱而已 叶霆度 你不要大动干火啊 这样不仅伤了和气 也有赋予皇上的龙恩哪 不要假心心的了 更别假心心 你借皇上之名 来这儿羞辱我们 不过你要那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事到如今啊 你还不懂得什么叫 凡事留一线 彼此好相见吗 叶兄 你就别跟他争议了 跟他一般坚持 方道台果然比较明事理啊 可惜啊 您物交损友才惹祸上身的 方姑娘 你就别费力气了 倒不如这几天内 多弄点好酒好菜的 让叶家父子做个保股 也让你爹呢保个口服 然后再上路 这不更实际一点吗 谢谢中堂大人关心 别说是只剩十天 就是还有半个时辰 我也绝不会放弃 好 说得好 就凭你刚毅之气 日后就是失去了父亲 也一定不会过得死街头的 方道台 有这样的女儿 你大可放心到塞外养老了 中堂大人 你表德是不饶人 对不起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幸好老天见恋 生给我一副好运道 这越是客套 越是讨人厌 官就越升越高 皇上也就越宠信 你们是渡恨不来的 好了 你们慢慢地在此等候 处斩重军吧 啊 温馨 是爹害了你 爹 你千万别叫我说 我要害你 你趁何生他 柔柔 你怎么说 我都不知道 我不是想要 你真的想要 我其实不想要 你也想要 我真是想要 你还要当个人 你也想要 你不想要 我真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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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要 是我最大的信心 天无绝人之 老天爷不会这么狠心的 你要有信心 一定会逃出生天 方道台是不是秋在这 我要见他 他是朝廷重犯 除了至亲 任何不得探视 请多用一下 我是他的救部 走开走开 赵世言 赵世言是你吗 是我呀 道台大人 小姐 二姑娘 在下一直不知道大人蒙冤之事 所以没有及时赶来 你们不要见怪 周世言 你知道我家已中落至此 仍肯来探视 已经很难得了 我们还怎会见怪呢 上次张大人回顺城之时 因为来去匆匆 所以没对在下说明此事 这次回来他才告诉我 说道台大人 不日就要发配重军 叶家父子也要被处斩 我这才知道事态严重 所以马上赶来看看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方姑娘跟小春连日来 不知道跑破了几双鞋的都 可就没人敢接这状子 替他们翻案了个怎么办 我真没想到 这事情竟遭到这样 和珅全清朝野 而受害者又是他们福利管家 侄儿的亲戚 本来叶伯父跟和珅就不合 前一段时间罗大人答应向网上起送 要求重审此案 没想到 有没有和珅先寒入狱 现在怎么还会有人 敢出来冒着得罪和珅的危险 终持公道 周氏爷 我们当中最有学士 最有见底的就是你 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呢 二姑娘 小姐 我 承蒙道台大人的知遇之恩 未曾回报 这次 我一定要想办法 来报答道台大人 老板 我的茶点呢 老板 快点啊 老板 就来了 就来了 上个子明茶 慢慢饮 老板 这边呢 我要有五楼姐 我爸呢 这臭崽子在干什么呀 别骂他了 他从京城回来 没有一天原神归位的 说起也是啊 那芳柔啊 跟叶文喜他们两家嘴 真是够可怜了 可不是吗 所以说让他早点辞官为妙 你说咱们做这小奶奶的 稍微有什么得罪人家了 也就是个拳脚就解决了 这当官的可不这样 弄不好就人头落地 还牵连着全家 划不来啊 这回啊 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们过去确认他 叶文喜 叶体度长命百岁 叶文喜 叶体度无罪开示 方道台 叶无罪开示 我每天向你念一千遍 你要达成我的愿望 求求你 这棵树是你吹出来的 你以为能领烟吗 你这话不能说出去呀 他有什么呀 你这几千遍 我可告诉你啊 事不欢己 己不劳心 再说了 你又帮他们忙了一阵子了 尽心尽力就像可以了 儿子 将是一场 我可以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 你们别管我 好 不管你就不管你 不过你娘有话告诉你 什么 你前一段不说要辞官吗 你俩觉得你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赶快辞掉越快越好啊 你要是不会写信没关系嘛 周四爷反人不在啊 你就找个写信的先生给他点钱嘛 以前你们明明反对我辞官的 什么 以前我要辞官 你们不许 现在又这么急 儿子 你听娘说啊 这前车可见 你看那方道台和夜提督 他们的官可比你大多了 下场怎么样啊 反正是咱们家这小蛮人的好 最起码他可以善终啊 你放心吧 你儿子是什么货色 有谁会对付我 他说的也对 大家都知道你儿子不学无数 我能当上九天的官 但是咱们总上机的得了 对不对 谁会花这个功夫去对付他呢 是不是 这没什么关系吗 有没有关系都好啊 反正这个官我是辞定了 我告诉你嘛 只不过呢 这都要等方柔他们的事情 有个了结之后再做打算 没道理 在这么乱七八糟的时候 再插上一腿 是不是 也好也好 反正这儿你也插不上什么手 你就去回衙门歇着吧 嗯 好好好 叶文喜叶提督长命百岁 方道台五岁开市 叶文喜叶提督五岁开市 方道台长命百岁 来来来来 郑多大人有话好说 你是方笑之一伙的 受死吧 不是 我只是认识咱们而已 别废口声 身我这山 你我这玩 说你倒霉 圈子 受死吧 救命啊 爹 小兄弟 你生我死吧 不要 来呢 外面什么事 大人 有人在县衙外击鼓鸣冤 请大人升堂 不会吧 这个时候击鼓鸣冤 行了行了行了 等我换进官府就来 是 等等 周师爷不在啊 你们找个试试的站带一下 知道 周师爷 你回来得正好 我还叫官兵找人替你呢 来 升堂了 大人 有话待会儿再说 堂下女子击鼓鸣冤 所为何事 小女子放了什么 因为官府叶文喜 被诬陷杀人 家父叶魂 爱子勤妾 结语相救 却被诬陷杀人跃避 此人就要被承受吧 小女子的父亲也是千万 背叛出疆 京中官员官官相护 虽然有证据证明他们是无辜的 但是没有一个官员肯为我爹出逃 所以小女子只得向大人臣妾 望大人为小女子主持公道 我 本官只是区区一个县令 像这点大案 我怎么能插手呢 我爹外祖原济顺程 所以也属于顺程的子归 那大人既然是顺程的护官 就可以为我爹出逃 请大人接办此案 周师爷 有此言议 灰大人 正有此言 可是我官为言心 只要大人肯接手此案 便可上报立部 要求复审 不会吧 由我要求立部复审刑部的案子 只要大人肯接办此案 方能重审 望大人成全 我成全他们 那谁又来成全我呀 你跟我这么久 你该知道我是什么人哪 可是面关天哪大人 只有你接手重审此案 叶家父子才能有活命的机会 倒台大人才能免去 重军至苦啊 大人 我不行的 誓在神为呀大人 大人 张大人 请你接办此案吧 给他们一线生计 呃这件事情呢 我 请大人提出此案 大胆 公堂之上 岂容你们乱闯 赶出去 是 等一下 张大人 您明知这当中大有冤屈 就应该替方柔出头 不要当缩头乌龟 我是不是缩头乌龟 不管你的事 把他拉出去 来来来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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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不用多说了 这分明是你川宗他们白尾一道 大人 我这件事颇不得已呀大人 你 大人 请你为方柔做主 这件事事关重大 所以本官要慎重思量 呃 先睡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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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说了嘛 他这个人呐 贪生怕死 欺善怕恶 你们就偏偏不相信 还奸臣赶回来 现在知道 白走了 如果你不怕死呢 你这么有侠义精神 那你去救啊 你有种 你去跟和珅硬碰吧 如果跟和珅硬碰有用的话 我还要你来教啊 张大人 富贵哥 算我求你了 你接此案 救救我大哥 救救叶文喜吧 求求你 方姑姑 你听我说 我记得你曾经教过我两个字 就是废柴 我发觉你说的没错 我真的就是这样的料子 算我求你 你不要求我 以前是我无知无良 看扁了你 你别放在心上 你一定要出手救救他们呢 我说了我不行的 张大人 求求你了 这是他们最后的生机 柔柔你先起来再说 张大人 你们别这儿 你们别这儿软硬监视着 逼我儿子去送命 不停他们的 哪里就一逃 不许逞英雄 对呀 英雄 没什么好下场 只有狗熊才能 偿民富贵 个假 我的妈呀 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不做什么 作英雄 作狗熊 炖卤 怎么样